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灭亡 在日本战国时代 东海的霸主是郡和国的大名金川市 金川市出自是丁幕府的幕府将军足立市的树柳 世代担任郡和国守护 在金川议员担任家都期间 金川市的势力遍及郡和 远疆 三和三国 并渗入伟章国内 被称为海的一支公曲 及东海的第一武士 1568年东国势力图 涌入三年1560年 金川家在伟章国的明海城 大高城 被伟章国的大名 枝田信长 修筑的城寨包围 陷入危机 对此 金川议员率军四万五千人 从郡府金川馆出发 前往救援明海城 大高城 不过 金川议员应连一事 却没料到枝田军会出城明敌 在攻下完根寨 旧金寨 捡了大高 城市委以后 金川军转向西北部阵 准备继续救援明海城 此时 支田军趁机从西面进攻 击溃金川军一步以后 杀入本镇 逃取了金川议员的首纪 金川议员战死以后 后继者金川市真懦弱无能 鼓励维持金川市的领地平稳 此次西境的先锋大将松平云康也在三合国掀起反起 夺回了松平市的旧领 在后来还冒任清和元氏的川柳 改名德川家康 伟州统侠兼合战 戈川风宣化德川家康独立后 与支田信长结盟 以三合钢骑城作为根据地 一步一步攻略金川家的领地 然而 以松平市 姻梁市为主的三周错乱还没结束 金川市真有猜忌 毒沙家臣 念出来远州总句 三合国 远江国对金川家的离心力越来越大 而德川 武田等家族也趁机在两地发展势力 对贾匪国大名武田信玄来说 与金川家结盟 是因为金川家在东海道足够强大 如今日渐衰落的金川家部配成为自己的盟友 与其让金川家的领地被德川残食 倒不如让自己出兵夺下 武田信玄忧尽了支持金川家的嫡长子 武田一信 同时将武田一信的妻子 金川市真的妹妹送回郡德国 宣布破盟 无能的金川市真得知武田信玄被盟后 竟然不想着修复同盟 或者联系盟友北条家振兴家族 却对武田家做出了禁言举动 最终非但没有禁言成功 反而给武田信玄攻略 郡和国落下了口石 其外三十六哥仙之金川市真 他无能败家 却是贺哥名手涌入十一年1568年12月 武田信玄与德川家仓缔结了盟约 德川家由三河国攻入远江国 武田家从贾匪国攻入郡和国 双方约定以大景川为戒 瓜分金川家领地 面对武田信玄的亲功 金川市真无力抵抗 只得丢下金川馆 逃往重臣昭比奈太朝的挂川城 值得一提的是 武田军在郡和亲功期间 打过了大景川 占领了许多 本应分给德川家的领地 使得德川家康不得不重视起武田信玄的反复无常 与金川市真一合 将其引渡往北条家 金川家的灭亡 埋下了武田家与德川家决裂的伏笔 在这之后德川家康与上山家 北条家结盟 一同针对武田家 武田西近原归 二年以571年 北条市康去世 北条市正重新与武田家帝结盟约立和 此年九月 武田信玄率军西近 开始了武田家的西近作战 武田信玄这次出阵的说法众多 历来的通说皆是以日本学者小和田浙南三方圆之战 武田信玄上落大战略 义书中提到的此行武田信玄乃是为了上落夺取天下而举兵 然而 武田信玄以幕府将军足力一招 为信长包围网的盟主 与炒仓一警 前警长政 还有十三本院四结盟的说法 最早出自荒川家文书 这篇文书却是武田信玄此后的原归四年才出现的 所以说武田信玄此举乃是英族 立一招之妖而上落的说法 实在是疑点重重 士丁木府末代将军足力一招向古话类具学者高柳光寿在武田信玄的战略 三方圆之战役书中则提到 武田信玄此行举兵 乃是为了亲公三合与远江二国 武田家的最终目标乃是平定这两国领地 将其纳入几方版图 学者本多龙城定本得川家康 压川达夫 武田信玄与盛乃 文书所见战国大明的石像的观点 则是武田信玄此次举兵 最终目的是达倒支田信长 向支田信长的根据地伪章 美龙发起进攻 不过从武田信玄再给三合国的豪族山家三方中 之一的作手奥平是 当主奥平真盛的书信中 曾提到五日内约过天龙川向帮松城出镇 以结果三年来的心头之恨 武田信玄所说的三年来的心头之恨 大概就是指永禄十二年德川家康 私自与金川市真达成和睦 后来德川家康又迫弃与武田信玄的盟约 反过来与武田信玄的宿敌上山迁信结盟之时 武田信玄左上山迁信又一起讨向 长野十八番原始纪公园 这个故事人们津津乐道 但并非此时武田信玄 以降服武田家的犬居成城主天爷警官作为将导进军 随后高天神城守将小丽原始驻降服 武田军还顺带着攻略了梵田城与天方城 三河物语记载 十月十四日 德川家康为了侦查武田信玄的动向 率领本多宗盛 大九宝忠室 九景忠室 石川树正等人出阵 越过天龙川侦查武田军的动向 结果两军在三个野相遇 德川家康匆忙向方松城逃去 多亏了本多宗盛在一眼板率军殿后 挡住了武田军的进攻 德川家康才得以度过天龙川返回邦松城 武田信玄在亲公德川家领地的同时 还派遣下条信使出镇美农国 攻略之田信城的领地 就说李美农信公的主将是秋山虎帆 但是在近年发现的一份年份不明的武田信 玄帖给秋山虎帆的书信里提到 3月6日支田军侵入美农武田岭 命令秋山虎帆前往营战 远三郊由他人打理 武田家在美农战友的领地 应当指的就是颜村城与苗木城 与支田家关系恶化 则得原规三年十月 按着推测 这封信就是原规四年三月所写 因此秋山虎帆并非武田西进时 亲公美农国的主将 武田二十四江的齐印武田军 以武田圣赖的军事为主力 攻打得川家家陈中根 郑兆宇清墓 又四郎守备了二玉城 两个月后二玉城开城投降 武田信玄此举 是为了给武田圣赖 继承武田家家都而铺路 为其增加威望 在二玉城投降前夕 支田信长派遣的 游平守范秀 与左九监信盛率领的三千援军 进入了德川家仓的居城邦松城 武田信玄察觉了此事 率军沿着秋叶街道 南下向邦松城进军 等抵达邦松城附近以后 武田信玄又突然改道 朝着三合国杀去 三方圆阁战德川家康意识到了 武田信玄的意图 要是就这样放武田信玄西去 只怕三合国也会尽落敌手 在三合物语中记载 德川家康下令出平 家臣们纷纷阻止 德川家康却对众人说道 要是就这样放任敌军 从我们面前经过而不迎战 后事会耻笑我们的 于是便率军出城追击武田军 德川军在三方圆台地 遇上了武田信玄的军队 发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际 面对两倍于己的敌军德川家康 迅速指挥军队转变阵型迎战 此处武田军的人数采用了武田 25000北条2000元军的通收武田军 随后便朝着德川军发起进攻 在《信长公记》中的记载 武田军派出了投石部队攻击德川军 而贾阳军建政书则提到 武田军的先锋是山县昌警 德川家康本人在写给上山千县的书里 则提到交战的先锋部队 世上也小番重 及武田家的赤背 不过这些史料里都提到 武田军的先锋与德川军交战之 时落了下风 反被德川军占据了优势 眼见情况危急 武田信玄急忙将后续部队也投入了战斗 在随后发起进攻的马场信防 武田胜爱的支援下 武田军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击败了德川军 德川家的鸟居中广 本都中贞 夏木信吉等家臣战死 原归三年十二月 三方圆战争之途 歌川方虎话通说之中 德川家康在此时下的大便师计 拉了一裤子 并慌忙逃回了帮松城 还命人画现一幅自己狼狈模样的画像 指的一提的是 有史料提到德川家康 在战外后于帮松城摆起空城计 下退了武田军 但是该剧情与三国演绎太过雷同 且大多数史料都被提及 想必是后人为了美化德川家康而抄袭的故事 德川家康在给上山千信的书信里提到 此战共逃取武田军五百余人 武田信玄则自称逃死德川之田军千余人 与当代计的记录相差无几 其余的史料两军伤亡则很小 大多数都在三百余至五百余之间 死伤相当 德川家康脱粉与三方圆扮相的真相 从信长功劲里来看 德川家康在三方圆战外撤退时并未慌乱 反而射杀了许多武田军武士 然而在现在的通说 甚至于日本的艺术作品中 三方圆和战时的德川家康都非常窘迫 并且被武田军吓得托分 翻遍日本的史料 也没有发现德川家康在三方圆托分这件事的记载 说明这件事只是后人虚构 用来抹黑德川家康的 另外 据说德川家康在三方圆和战后命人 画下了自己狼狈的样子 并将画挂在卧室里警示自己 激励自己 所谓的德川家康三方圆战役画像 德川美术馆所藏 其实这是弥勒菩萨半家思维作姿 多致的表现 但是根据近年的研究 这张收藏与伟章德川家的画像 根本与三方圆和战无关 特别是在这幅画的盒子上 明明白白的贴着家康工厂小战役 小剧租者用之像的字 条 那么为何这张画会被谣传为 德川家康在三方圆的外相呢 明治十三年1880年 十伟章德川家制作的财产目录 玉器物目录中仍然记载此画为 同年四月 杂志《国华》里记录此画为 《长小败战》之下 是伟章德川家家祖德川一职 为了纪念父亲苦兄的样子而画的 而于当时时代局限 该杂志的编辑物以为《长小合战》 是德川方战败 《长小合战》屏风 局部今人在线的《长小合战》场景 指田德川联军大胜 此后武田家迅速走向衰亡 到了昭和五年1930年为止 伟章德川家十九代家主德 川一新建立了伟章的川黎明会 并建成德川美术馆 同时评估馆内藏品价值 在第一部美术馆所属石宝评价条三册之内里 该画仍名为《家康工长小战役》 《小剧组》这用之下 评估价值一千五百日元 然而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时 《心爱之新闻》 以及《大阪每日新闻》中报道此画时 将此画介绍为三方圆拜相 都说此画是画师授野探忧所画 《大阪每日新闻》里多提了一句说 此画德川一指 为了不忘记父亲战败耻辱 所以命令授野探忧画下这张画 紧接着《心爱之新闻》 在当年1月14日的 德川美术馆座谈会里的采访中报道 时任伟章德川家家主的德川一亲 向与会者介绍此画 是德川家康在三方圆和战战败后的画像 并且成画的时间又往前提前了几十年 变成是德川家康在战败后 亲自命人画下的话 德川一亲1886到1976年伟章德川家第一 九代当主 政治家 职务学者 战前的侯爵 贵族院议员德川一 亲身为德川家后人 又在德川美术馆的座谈会上 亲口说出这则异话 经过报道以后 许多人都信以为真 误以为此画是德川家康在三方圆和战后命人画下的 这个谣言从此就在德川美术馆内留存了下来 昭和37年1962年 德川美术馆首次发行的藏品图录 德川美术馆 别人里介绍此画为德川家康三方圆战役小剧组 这用之下 到了昭和47年1972年发行的德川美术馆名品图录里 此画彻底被定名为德川家康三方圆战役画像 并附上解说 三方圆战败后 德川家康逃回帮松城 并命人画下自己狼狈的样子 作为击历自己的类似座幽名的话 就这样 由德川一新编造的德川家康三方圆外相的谣言流传至今 本文由公众号青年为也纳 爱帝 Y O U N G V I E N N A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